Let's cut 哎呀 健康的 早晨好 这么早就起了 来 下来 然后五六点钟就一波一波的游客来 是吧 就围着车各种各种点 大家说这边早晨五六点就来人了 现在这边基本上早晨九点钟就太阳挡头了 现在才八点多 太阳已经在正头顶了 你看影子都快成了无影了 诶 郑伯伯伯伯伯你把那个电饭锅插上没 插上吧 手拨一颗皮断给它几碎就完事了吧 然后把它尝尝加热水就行 过来 乳块的很 原来得熟的米饭 嗯 我去找皮蛋 摆摊 是早晨起来 我们得吃完早餐再 哦 再熟食 现在正正热 我们得先把桌子直出来 昨天怕下雨所以圈全部收到边上去了 看来今天早晨就是用这片地方了 我先把桌子弄出来 嗯 那个台子上切比较方便 要不然又焖成米饭了 把米捞出来点 我们来剥个皮蛋 西瓜肯定吃不了了 当垃圾吧 好先剥好吧 剥好的去那边 一次性切进去 一次性切进去 是我们昨天吃的火锅没吃掉的午餐肉 其他基本吃完了 好 好先把 先把这个先放进去 先把这个先放进来 这么大块 不行吗 再小点 对没事没事 你看你的菜板都不像个做饭那样 是切水果的板 一旦切一下 应该还挺臭的 是吧 没了吧 有啊还有 因为这个案板太小 我只能放一个 一个的 把皮蛋 搁里头 好 好 这景深潮早晨八点多 就已经来好多人了哈 应该是有什么活动 幸亏没停在档期那边 早晨起来 先去 倒个黑水箱吧 因为这儿离这个卫生间比较近 好 拖个箱子过去 这边卫生间一早就开了 上了就点倒挖就得 早晨起来发现那个帐篷 前面那个硬壳还反而不热 前面还热 是吧 证明它硬壳是用隔热材料做的 那帐篷它是防水的布啊 布它 没法 它就不应该开那个天窗 是吧 塑料特别热 所有东西都是一开天窗就热 房车也是啊 一开天窗贼热 黑水箱处理完毕 卫生间这边还挺干净的 但是我没有冲洗外表 大巴一辆一辆的来 这边的蚊子实在太多了 这各种备有 铺一下这个防蚊子要 这边的蚊子不怕人 直接就铺上来 哎呀 豪斯卡没拉屎做 去拉屎去 来 下来 好像9点钟太阳就在正头顶了 银子都快没了 我3点0几啊 3点03吗 3点07我醒了 天都已经大凉了 对啊就是 哎呀 这天太热了 来咱们再往 再往北边走 只要不下雨 全是这天 锅太小 米太多 以至于早晨我们就要开始吃饭了 说好的皮蛋说了之后 沾了这个香肠皮蛋 吃完饭 吃饱 还有点饼子 烧饼 好吃完饭 我们 开始收东西 桌衣板蛋 一收完 就准备出发了 半仙已经开始洗菜盘了 这熬个 熬个米饭 我就说了 不如出去花10块钱买个肉 费那么大 哈哈哈 主要是米饭剩下来浪费了 哈哈哈 吃了就吃了 主要是卫生健康的 对对对 米饭都会这么吃 原生的 哈哈哈 自己做的放心 我这感冒还没好 鼻梯 梯子还在溜 好 好 两个凳子 桌子上的饮料都先拿走 正好我们要可以说是重新摆布一下后备箱 这个箱子还挺大的 能放很多东西 看吧 焦紧叔叔热的 他站在太阳 那个树林下面的 就是要行好多次啊 要行好多次没有啊 对啊 我这种出汗的方式还能得痛风简直是太不可思议了 我这边不光有一个 还有好几个齐瓶 多的很 下边 一排子放车 我都不知道 好 好 我们收 遮阳房 准备走人 现在刚好是最热的时候 所以 我们 开车 会比较凉手 启动车 把空调打开先 对 空调吹起来 这个温度在那儿让重新的 好 车吵了之后我们就继续出发 今天天气实在是太热了 今天应该感觉比南方还要热 太阳暴晒 我们今天 在最热的时候选择开车吧 还是 这比较舒服一点 我们今天的目的地是珍宝岛 但是来之前呢 听说这边有一个线高是房车过不去的 我们大家打算还是过去看一下 房车一直在跟我们 其实带房车在跟着我们走 我们还是打算过去试一下看这个香药杆 能不能过得去 或者是不是已经被拆了 因为消息是很早之前的了 所以早上的这个 这也不算香道 这就是它景区的一个路 通往珍宝岛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